快 钓鱼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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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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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珊珊呢 珊珊 来 给你 一起啊 谢谢 会吗 不会 那就去拔萝卜 真是的 你们钓鱼就钓鱼呗 管我干吗呀 让我这么一个小女子 带着我们寒风凛凛的天气里面 拔萝卜 来 终于拔出来了 算了 算了 我们现在是吃贝斯的 住贝斯的 睡贝斯的 连机票也是贝斯认定的 我就当是玩醉酱萝卜吧 不对 是破坏萝卜 你给我出来 你拔了半天 就拔了这么几个 我不太倔强了 拔不动 是 珊珊 是你说不会钓鱼的 那我可以学呀 你不是说 不喜欢方程间钓大鱼吗 那 那我现在有兴趣了 行啊 那要不要给刁哥们一个幸福 拿着 你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 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 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一мотр 你走 ,"回事啊!" 你是在消化自己的忧伤吧 李树 你今天怎么回事呀 我觉得你对珊珊不太友善 你之前可是拿人家当亲妹妹的 我哪有不友善啊 就是之前我问过珊珊 她明确地跟我表示她不喜欢风荡 这才过了几天人都跑到老宅来了 我就是很惊讶而已 珊珊曾经跟你说过不喜欢我哥 对啊 玉树 我问你一件事啊 你必须得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如果你现在不说 我妈就没戏了 什么事啊 你喜欢上我哥了 什么喜欢上了 从来都没有不喜欢 你真的喜欢我哥啊 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呢 我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对吧 就上高中的时候我拿你们开玩笑啊 你还把我骂一顿呢 你那是因为我妈始终都反对 方怡 不可能 方怡最疼我哥了 那不是一回事 她就是跟你们再亲 她也觉得自己始终是个保姆 我如果跟风腾在一块儿 别人会觉得 是我们利诱女儿攀附了风家 我们家什么时候讲究过这些了 你真的想得太多了 何况现在你已经不是帮我们的女儿了 你还记得前阵子 上海媒体给你的封号吗 说你是上海滩最美丽的文化明星 你哪一点配不上我哥啊 你成天在他身边转又来转又去 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不讲 真服了你了 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女孩先开口呢 在爱情的战役里面 谁要是先开口谁就输了 我让你直接告诉他了 你至少可以透露一点讯息给他嘛 我今天是第一次知道你一直喜欢我哥 你藏内太好了吗你 那你说薛山山透露什么讯息给风腾了 风腾要是真喜欢自然就会采取行动 那我当然希望 风腾是因为喜欢我而采取行动 不是因为我喜欢他而引起他的注意了 好 你就那么有尊严地在他身边打转吧 等他娶了别人 叫你活该 这不叫活该 叫缘分 对 如果真要是这样 我就认了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可千万别跟风腾说 听见没有 你要是说了 我就笑试给你们看 你没事吧 哎呀 好啦 没有那么刻骨铭心 又不是世界末日 老实讲 我可能 只是不习惯他喜欢的竟然是薛珊珊 要是他以前那些名媛女友也就算了 为什么是薛珊珊呢 哎 哎 风腾 要不你让他先回去吧 咱们吃饭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是啊是啊 你快回去吧 这里有我的 好吧 早点回去休息 新年快乐 嗯 谢谢先生 新年快乐 小姐姑爷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嗯 再见 来啦 上菜啦 哎 王叔 你快回家过年吧 哦 薛小姐 我在封建已经过了快半辈子的年了 哦 对对对不起啊 王叔 没人都走了 坐 坐吧 王叔 今年呢 咱们就一大家人 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年 谢谢先生 王叔 你快坐吧 哦 谢谢啊 没事 快坐 先生 不好意思啊 今天让你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吃年夜饭 也不知道咱们家的饭 合不合你的胃口 不过呢 我们风家的菜 新鲜是没得说的 还有 今天所有吃到萝卜的人 都得谢谢珊珊 因为萝卜啊 是她一个人拔的 风小姐 虽然这萝卜是我自己拔的 但是再怎么说 它归根究底都是姓风的 所以 风小姐 伤心了 怎么还叫我风小姐呢 珊珊 你以前家老家过年 你们家里都有谁啊 我们家过年啊 那人可多了 我每年年夜饭 都是跟爸爸妈妈 还有大伯父 还有爷爷 还有我的堂姊 琉琉和大伯母一起吃的 我堂弟彤彤每年都会跟我 要压穗钱 都会跟我要的 吃饭吗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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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 就你们是一家人啊 没有人问候我的 我不也是无家可归 才赶你们在块过年的吗 你也没有家呀 那你过年为什么不回家呢 珊珊你别理他 人家父母可在美国 过的是洋节 圣诞节 正奇不是我说你 今年圣诞节礼物总没给我们 你收到了吗 没有收到了 你收到了吗 没有 你还好意思在我们家过年 蹭吃蹭喝蹭个春节 真是的 我不就是看了这点利益 才跟着风腾回国的吗 要不然你以为了 工资不要擦擦了啊 吃吃吃吃 来 吃吃吃 来 吃吃吃 坐坐坐 你坐哪儿啊 你睡觉什么呀 你帮我睡觉 你帮我睡觉 圣明的就是我 我睡觉 我睡觉